金曲台语歌后,张秀卿与小他12岁的老公王国在2014年结婚后,最大愿望是拼生子,他起初努力看医生,尝试过所有民俗偏方等,却迟迟没好消息,但52岁的他,目前已停经于半年,却仍求子心切,加上先前赴小琉球的宋子观音庙或赠庙宇唯一的一件神明披风神器,让他重拾勇气,大胆做最后一搏。 他一起在宋子观音庙演出结束后,特别多留一天去参拜寺庙,在现场虔诚地置脚,白白,直言,当天花许多时间求神许愿,希望神明能帮忙一元生子愿望,我置脚之很久,跪到腿都酸了,我知道,怀孕,没这么简单,幸好最后得到宋子观音的指点。 应允,他兴奋说,这是奋力一搏,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。 他近期再度去看西医,中医掉身体,持续养,升级注意饮食,睡眠等,医生告诉他就算停经,还是会有怀孕机会。 他不敢幽默个性又期待说,这是天方夜谭,如果是奇迹出现,也太神奇了,拭目以待。 热爱小孩的他,透露,与老公近年对于生小孩是顺其自然,但每次看到身边朋友小孩的可爱模样,频频让他燃起想再生的冲动。 现在如果能生一个小孩,我们会多么呵护小宝贝,我会默默地努力,但不希望给老公压力。 他与老公结婚近十年,感情甜蜜,婚后,随着老公定居台南,最近正值宣传期,时常南北奔波,每次北上工作约一周,只要与老公分隔两地,两人每天都会密集传讯息,视讯电话等,甚至老公有时还会传搞笑的性暗示照片,催促他赶紧,完成工作回家相伴,增加夫妻兼请去。 他一收到性暗示照,笑到饭泪回说,老公在干嘛?你很恶,接着直夸,我老公很有趣又体贴,每天被他笑死。 他近来推出新专辑,我是女王,甜蜜说,新专辑同名,主打歌是老公的提议,当时与老公聊到动感夯曲辣妹嫁道已推出十年,一直思考要推一首唱跳新歌能够超越辣妹嫁道。 自亏,总不能说欧巴桑嫁道,女神嫁道,感觉不够顶级,起料在家是,他为女王的老公脱口而出。 你是我的女王,他吐槽说,这句有点绕口,不然就我是女王,不啰嗦,不用求人,简单好记又大气。 台湾歌手张秀卿,1970年出生于台湾屏东县恒春镇,是一位闽南语歌手。 家中有一兄二姐一妹,从小喜爱唱歌,学娥,猪,狗叫声为妙为笑。 小学二年级时,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就赢得亚军,此后陆续参加其他歌唱比赛。 小学六年级,张秀卿参加中式六灯奖,儿童极致歌唱比赛获冠军。 随后被长生唱片签为旗下歌手,发行第一张华语歌曲专辑,细语。 专辑推出不久,长生唱片倒闭,张秀卿倍感挫折,已至上初中后,暂停歌唱比赛。 升上高以后,才重新参加歌唱比赛。 张秀卿1987年只身北上工作,为付还债,赞助兄姐购屋出国经费,为家里贡献三千多万元。 1993年,张秀卿以《车战》专辑获得第五届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提名, 随后次年1994年以《想错的心情》专辑获得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奖。 后来多次入围金曲奖,2010年和十位男歌手合唱再度入围金曲奖。 张秀卿与叶爱玲为私交好友,曾模仿叶爱玲演出。 此外还模仿蔡秋凤、邓丽君、凤飞飞等女歌手,并反串模仿张鱼等男歌手。 她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遇到了自己的真爱,也是她的第一任丈夫。 张秀卿的丈夫是一名警察,两人恋爱一段时间后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的她,很快就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,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不过,这样的幸福却没能一直延续下去,张秀卿在结婚五年后与丈夫走向了离婚,成为一个单亲妈妈。 为了能给女儿提供良好的生活,张秀卿更加拼命地工作,甚至唱到口腔,涌出血腥味,也被众人称为苦情歌后。 离婚后的她,时常与33岁同门师弟许志豪打电话诉苦,倾土负债苦水,两人大搞暧昧。 许志豪的新专辑《一条红线》,也收录两人深情合唱。 从歌唱比赛脱颖而出的许志豪,2008年,加盟豪记唱片成为张秀卿的师弟。 她对师姐张秀卿一开始很有距离,就觉得她是天后,连打个招呼都会紧张到说不出话。 后来,张秀卿主动与她聊天,才发现两人有共同的朋友,聊开后,也愈走愈近。 此前,张秀卿因为错信担任李专的老友引导投资,包括股票、期货和保险等,共损失了近5000万元。 20多年的积蓄,不但全部付诸流水,更负债1500万元。 张秀卿说,当时不敢告诉家人,每天哭,甚至想自杀。 好在志豪的开导,才让我渐渐走出来。 张秀卿当时每逢夜深人静便与许志豪热线,一诉苦,就是,三小时。 她好气又好笑地说,我会问她累不累。 她总是说没关系,结果有次话筒,竟传来打呼声。 许志豪与张家人互动频繁,不但张秀卿的大姐认定她为家庭的一份子, 就连张秀卿的女儿也十分喜欢这位叔叔,两人若是交往,张秀卿说女儿应该是最赞成的吧。 接受访问时,许志豪大访为时张秀卿吃面,孩子抱许爸爸,十分赞成这段差九岁的姐弟恋。 对于交往两人都表示,OK,并坦承目前的关系是有达以上,恋人未满。 两人因工作关系长复海外商演,某次张秀卿跑到许志豪的房间借吹风机,看到她裸上身,她坦言,还蛮有肌肉的,但下半身还没验过不知道。 至于师姐是否为自己喜欢的类型,许志豪毫不犹豫直呼她是啊,并表示若有机会交往,就算帮忙解决,负债也愿意。 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,两人没能修成正果。 2014年,张秀卿没开二赌,和小12岁的王国赞姐弟恋开花结果。 两人当时在台南举行盛大婚宴,洗开214桌,正式成为台南媳妇。 而王国赞也被起底是白手起家的生意人,靠成立家水站累积不少财富,身家约有两亿台币。 张秀卿的丈夫王国赞家中只有一个孩子,可谓是家里的独苗,嫁给王国赞她肩负着传递香火的重要使命。 婆婆在临终前,也不忘嘱托,希望两人能有一个孩子。 对此,她向婆婆许诺一定会竭尽全力,为此她付出了很多。 在这七年的婚姻中,她试过各种奇怪的方法,也是吃尽了苦头,但一切都是建立在张秀卿对丈夫浓烈的爱意之上。 人工怀孕最为科学的方法,大概就是试管婴儿,张秀卿就曾停掉了自己大部分的工作,只为养好身体,去做试管婴儿,希望能提高成功的几率,过程百般艰难,结局却不尽如人意。 在试试试管婴儿的过程中,张秀卿打过上百支排卵针,大量接种针剂,让她的身体出现了不适反应。 张秀卿在短时间内,出现了增肥,身体浮肿的情况。 挺过了如此艰难的手术,却还是没能让张秀卿顺利怀孕。 尝试试管婴儿的方法没能奏效,张秀卿仍然坚定求子信念,没有丝毫动摇,她开始尝试各种奇葩的偏方。 例如,生氏青蛙,喝老鼠汤等,这种名字听起来,就让人毛骨悚然的偏方。 张秀卿丝毫没有犹豫,还是一往无前地去尝试,遗憾的是她,依然没能完成生子心愿。 丈夫王国赞对妻子的艰难处境和辛勤付出,都是看在眼里的。 面对张秀卿难以受孕的艰辛,丈夫也总是细心开导,满心安慰。 大致是年岁的增长,已然到达高龄产妇年纪的张秀卿,慢慢意识到了再次怀孕生产的危险。 在后来备孕的日子里,她不在寺以前一般飞蛾扑火,在所不惜,她开始强调顺其自然,不再过多强求。 2021年4月,张秀卿过完了自己的第51个生日,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丈夫王国赞甜蜜庆生的照片,并发文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愿望,依旧是希望能顺利怀上一个孩子。 问世奸情为何物,皆在一点一滴的细节深处。 张秀卿正是因为深爱着自己的丈夫,才会不顾自己的身体,千辛万苦,历经艰难,也想要为丈夫生下一个孩子,希望婆嫁能后继有人。 可惜,上天没能怜悯她的一片苦心,仇子心切的她,只能接受自己停经,无法受孕的残酷现实。 据张秀卿发文称,她已经放弃在仇子之路上的一腔热忱,因为年龄大了,身体也不允许她继续折腾了。 她还说,自己已经停经,但无论选择追求什么,付出多少努力,都是个人意愿。 最后,也希望她和她的老公,能一直幸福地走下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